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和新北市长朱立伦上午是难得同台 两个人都是2016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 因此互动是格外受到注目 苏贞昌一开口就是把矛头对向马总统 甚至重申要带民众走上街头 抗议马总统的施政武感 而朱立伦则是必谈敏感议题 只表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 提早半小时抵达现场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官府向前细细端详 新北市长朱立伦到场后赶紧上前打招呼 拍拍肩膀摇摇耳朵 两人互动热络 不过谈起马总统进来的施政 苏贞昌一点也不客气 马总统改革说要坚持就要说到做到 不要像年终慰问金这样讲了以后又退缩 民进党回应民意 要让马总统看到人民国家的主人生气了 强调上街游行事在必行 苏贞昌态度坚定 不过听在朱立伦耳里却是十分敏感 我想各有各的立场 庙宇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和解 来到庙宇里面 大家都是穿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话说的保留朱立伦李树作主表面和气 但是同样勤跑基层的两人 似乎都以巧巧为2016大选提前暖身 U-DN TV 林荺云 李皇轩台北报道 哇 还有呀